有不少人都关心湾区这里的医疗系统是如何应对新型肺炎的 陈嘉琪带大家去看看三藩市总医院里面的一间隔离病房 三藩市总医院其中一间负压隔离病房位于深切治疗部里面 一旦证实有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 这名病人需要戴上口罩然后会被送到这间隔离病房进行治疗 入住隔离病房的程序也非常讲究 总医院说入到病房之后病人就可以脱下口罩 相反医护人员在病房里面就必须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 包括口罩、保护衣、护目镜和手套等 病房里面有独立的浴室和洗手间 所有入住的确诊者在治疗完结之前都不能离开房间 在疫情期间新闻相经常会提及 确诊者会进入住负压病房 究竟什么叫做负压病房呢? 总医院说隔离病房的压力比外面的低 其实是确保病房里面 由病人呼吸的空气不会流出 当每次开房门的时候 房外的压力比房内的高 新鲜空气就会由外面流入房间里面 这样房外的人不会因为吸入房内的空气而受到感染 加上隔离病房里面设置了独立空气过滤系统 让病人能够呼吸新鲜空气 总医院表示如果是怀疑个案 患者需要戴上口罩 在一个普通病房隔离 然后再进行各种的测试 远方也重申 市内的医院暂时未能够 自行测试新型冠状病毒 这项工作仍然是由州府的实验室负责 不过州府稍后会将测试病毒的工具 送到各个院市 总医院里面其实有40间这样的隔离病房 除了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之外 好像是伊波拉病毒 H1N1流感的个案都会在这里治疗 26台记者陈嘉琪报道 现在在美加各地 多谢收听到三藩市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三藩市湾区的观众 可以透过KTSF App 或电视收听 其他地方的观众 可以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